大家好 歡迎重播直播 最起的這個現場觀眾收睇這個PC賽 3月19號PC賽的決賽 左手邊是Ivan 右手邊是TL 另一位香港愛玩家 Ivan那隊就有一個Laylay Dribbling Arcony 勒充設 電衝木和廠內玩馬 而TL那隊就有一個少少便宜的AFK 是一個Arcony Catana 是用Milotic的 然後用Laylay 氣球 以及一個Persian 高度貓 這個有趣的東西就是Ivan有一個Trick Room的選擇 而TL這方面就沒有了 這個Trick Room的影響會不會很大呢 看來Hugo很忙也沒有空 我可以說話先 當然要問回另外高度貓的存在 我都覺得比較有喜劇感 對 因為我可以想想 他除了Fake Out的支援之外 他有一個很有特殊的招式就是Parting Shot 他離開之餘 都可以減對面的一隻攻擊和特攻 對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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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面的氣球和黃金氣球 但另一邊有看到很麻煩的Lavon Soul Set 都覺得他會做些什麼呢 這個非常有趣的情況出現了 氣球是利用了對面Laylay的場地去幫他 對面的Sat 對面的Sat 但同時的Lavon Soul Set 都可以把情況逆轉 會不會其實是陰謀來的 手法 這個疊疊引發對面的氣球發動道具 很快 搞的現在 跳到老遠 我覺得好像是陰謀來的 應該是 你猜不到Ivan Ivan Ivan始終他都是出名多變的 那些招式 好啦 但Laylay還是決定回來 免得吃太多的傷害 包括Shadow Ball 和Smart Drive 都很大 很同一下 我想Laylay的出場 主要是為了觸發那個場地 然後馬上換走了 的確是Shadow Ball 一會再加 會是 不是 Z技 是加Z 加Z Katana 到底會打到哪一邊 一撞到立方 到底滿血會不會飛走 死定 除非是Focus Edge Focus Edge Polygon2 就沒有可能 對 有一次威嚇 有一次威嚇 到底會不會 打得住呢 哦 都是沒有意思 加一次威嚇 都是一隻妖魔 那 再升一次蜘蛛 我還要給這個 子餘劍 非常之重要的資訊 這一下 是非常之美 加Z有個妙用 大家要清楚都知道 這個很危險 這場 我的優勢都謝謝TN那邊 但是 加Z的妙用就是 如果你有detect 這招的話 Z Detect 是會 升一級的回避 Z Detect 是哪招 哦哦哦 保護 真的在detect 好恐怖 好了 這個時候 氣球也做回我順風 先 因為 已經 確保了對手 一定開不到氣空 火推打到 治癒劍那邊 擋一擋 一個重磅 一下子 倒在氣球那邊 到底有多少 嘩 這個傷害都不少 有點奇怪 為何氣球不做其他事情 為何不是燒他的 重來玩馬 會不會想 開個順風 確保速度 沒有意思 其實子餘劍現在 其實速度是優先的 我也不太明白這個 怎麼 怎麼 搞什麼 但Bistboss的情況之下 也好 應該荷毛炎 可以用Niftblade 去把 沖泳馬馬 是殺的 這個時候 Shadowboard 出來先 已有 快回到 要ल起它的 展開 防止 的 好了 大量地補血 然後 致余劍一 一 飛走 這個重遺 玩馬 還需要CREEP 雖然CREEP不CREEP 應該不重要 看來這個 又是 是不是有隱藏 ScoopLens放大鏡 我覺得 很厲害 是不是 裝兩個 倒楣 現在已經撞了火腿 子羽劍都要退場 不過一退場都賺不夠了 後場的Laylee應該都會慢慢享受這個順風的優勢 其實可以遲一點 這個時候開順風 不過不大重要 Laylee出來就準備收頭 對面還有氣球 克制住Ivan那邊的蝶蝶 看來Ivan這次 盡量盡量取得多些資訊 調整一下吧 我覺得Ivan可以有機會 只要他是香港其中一個最穩定的玩家 你覺得他比較穩定嗎? 他的BO1算是無傷 我贏他的 認真我覺得你比我穩定 因為他的打法都比較傾向BO1 或者是這條法 我認識香港是BO1的環境 所以你發揮不到 好了 鳳神圈做了保護 然後應該都是用影球軍去Laylee那邊 都很需要知道這次的Shadow Ball 是扣多少 咦 今天 還有機會 因為沒有雜火到Laylee那邊 突然間可以逆轉了 都比較難 你需要招Flair Beast 這次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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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L呢 亦都出到最後一隻重 那就是這個... 風... 聖... 拳... 風... 神...拳... 應該都... 很難解了 Ivan那邊 都是... 正如我剛剛所說 即使剛剛拿到氣球也好 都是拿資訊的 這個玩家 Ivan直接選擇Forfeet 加上了 或者反過來不想被資訊人 就對了 瘋狂按保護就可以了 保護不是資訊嗎 挑...挑戰保護 挑戰保護的... 練保的上限 我四下已經可以獲獎了 四下怎麼會獲獎啊 快樂彩吧 五下怎麼看 真恐怕 基本上 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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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大家都很緊張,第二場 有人說抽獎比較緊張 不過剛剛那一刻這麼明顯 我想Ivan的立方獸式都是希空型 絕對是,立方獸式比較常用的道具都是這個 Z Crystal 普通SET的情況之下可以用一個Z Conversion 或者是一個Z招式 一個很強破壞光速變出來的Z招式 嚇死人 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今次的立方獸式終於在旁邊見不到一隻兔兔犬 這個情況 如果真的要立方獸Z加兔兔犬的話 我都有些應付方法 很多時候有還有 但如果這個組合打Bofy其實都很麻煩 因為你都知道對手想用什麼手段去阻止你 都未必 都未必 未嘗 因為 始終都不是一個熱門的手段 都未必 每個人都會處理到 其實 早期 我忘記了哪一個出名的PLR是用防塞眼鏡的鳳神怨特地去檢查這個 好像Yoshi 可能是,但他可能針對著巡弈小姐多一點 但當然啦,沒有了黑洞的情況之下 令到這個... 屠童犬的催眠只剩下Spoir的話 其實都有點限制,草是做不到這個催眠的 好了,這個時候 Ivan決定用了Lady再加Drippling 另一方面就是用紫月劍再加美納斯 這個基本上是預防了這個鳳神犬出來 減了一級紫月劍的攻擊 但同一時間,Sidekick Seed Activate之後再加氣球的速度 乘了2 看來TL這次主要想獨對手手法鳳神犬 克制剛剛很強環的紫月劍 但以Ivan做了一件他完全想不到的東西 Ivan那個我都不是想不到的 始終這一隊的Primary Lead都是這個位置 但Drippling現在很大優勢 就是,如果燒得雙隻紫月劍的話 那Lady的續航力就非常之強 好了,蝶蝶就收回來了 馬上又跳了一個電速木出來 電系抗這個鋼 非常之有受 然後很出奇的地方就是沒有做到順風 而是直接做一個鬼火去 對面對面的紫月劍 是沒有需要做順風的 好,鋼是打到雷系當然不痛 但是另一方面,美雅斯用了熱水 我聽不出聲 這個CT其實是來得初多一 剛剛可以做到這個活血果 反而可能不發動CT 可能還沒有重傷 稍微現在的優勢都可以起 Ivan 如果你需要換走一隻 其他一隻去做一個 都不是,我都會換 因為Drippling很肯定是做一個tailwind 但是電速木可不可以一招 將美雅斯擊拆呢? 就要移民了 我反而比較想知道 他們之間的速度 到底電速木快些 還是美雅斯快些 很微妙 但是如果有trick room的選擇 我認為一倍一半 因為八五對八十 有美雅斯你都不會放那麼多 在速度上 我想紫月劍竟然是換手了 因為可能還是沒用 鳳神圈上來做 做一個威嚇 當然威嚇是沒什麼意思 我應該主要想打一打招 或者是換走還是沒用的重 影子球 沒有順風 影子球打了去鳳神圈那邊 降低了他的特防 然後十萬伏特 電速木快些 一夜均到美雅斯道 擋不擋得住 擋得住了 然後一下熱湯太厲害了 應該不會再ct 但這時候電速木就在extreme speed的 orange 有殺擊場地 抱歉 不好意思 終於到我錯了 你錯了這麼多次 耶 耶 好了 現在的優勢 都不是優勢 其實很明顯 Drippin會做一個順風 再加上電速木做一個保護 比較明顯的東西來的 但會不會真的這樣打呢 當然可以想一下 因為始終影頭這個位置 減完一之後 鳳神圈有機會被鎖掉的 會不會有機會直接電速木打過去呢 不過電速木也應該沒有 因為我怕鳳神圈 還是快一點 減了一 因為 真的要先保護 真的不太薄那個減了一 對 都是用了順風的 非常入力的 Play 我反而覺得 有機會可以放電 因為放電可以殺自己氣球 一夜均三下 你有機會後面有人處理到你 好啦 2選1 減哪一隻呢 電速木 有沒有人有保護呢 當然是選擇鳳神圈 那 正米納斯留給這個 氣球解決算 我不喜歡有CD死米納斯 我都說減了一落鳳神圈 可以 那不如用放電吧 好嗎 殺完自己的氣球 加山就可以了 那你不如Switch in 隻寵雷玩馬 之後再放電快一點 殺完自己的氣球 再升多級 好啦 這個時候用Shadow Ball 是打到美納斯 那裡的 好啦 另外一個毫無疑問 應該是萬福特 應該都是處理到隻鳳神圈 沒問題啦 大魔王電速木 軟那麼周圍電可以 我屈肌老實說 應該沒有地系的 對面 我想說 地系始終 電系 地系再加飛人 這三個 微妙的關係 都是要 大家在這個 遊戲處理上 才贏 我都叫了你 用Bulu 和澤拉加拉 那就不用遊戲了 你怕地系咯 Bulu啊哥哥 那你為什麼不用氣球的Together Maru 都可以的 這個Core 好啦 現在這個時候 優勢都不用多趕 在Ivan那裡 Shadow Ball 兩招 是可以處理到 雷尼 Burn了的電速木 應該都是吃不到 招十萬福特的 好啦 荒木二萬 Shadow Ball第一下 多少呢 是一半以上的 變成六十萬福特 都是打到這裏 都沒問題啦 當然啦 因為後面 有些貢神犬 準備上來 對啦 應該 第三場 大家 觀眾有這個 幸福 但會不會有拖遠 氣空 拖遠的順風 都一樣不夠打 沒有意思 其實你始終Shadow Ball 攻擊力都很大 其實 至少 紫魚劍AVSX都好 都不能打到兩招 沒錯 而且紫魚劍也是單體攻擊 要逆轉 真的沒有可能性 誰說紫魚劍單體攻擊 那你對著這兩隻 用飛熱快刀 好嗎 飛熱快刀更明顯 其實是假決 會錯過的 是我SAT Detect怎麼看 說過啦 又不SAT Detect? 照SAT呢? 照SAT呢? 加SAT Detect在那邊 SAT漢婆? 去那邊了 好像之前不知道在哪個報告是故意用SAT漢婆 就是為了做一個逆轉 不知道是日本 日本我看見日本是先有這個 應該是日本人吧 但總是在網上看到 始終這個玩法很微妙 不要理那麼多 我們看第三場 Shadow打下來 這也是一個重要的資訊 Guard Set出現了 但好可惜不是Guard Set的漢婆 為什麼不是漢婆 因為沒有先制 說真的 真的 不過你終於聽不到說話 我應該聽不到你說話 看看 證明我們這樣就有效 好啦不好意思 這個Player Please都處理了 只要見現在的情況是1比1 大家現在看的就是 是香港3月19日的PC的FINAL 左邊是Ivan 右邊是TL 好刺激 竟然 今天3波的直播 都是打到3場 也都見到TL一些比較 比較獨特的東西 雖然不是說 完全是 第一次見 這個Guard Set的 只遇見 我想說很常見 連4瓶派在這個直播裡也用了 用到藍 了 也都在我前天的直播 前天 我深夜的時候 就無緣無故事不行 就去開直播 其實那時候 我已經碰過一次TL 那我就 一夜 我的立方獸 2 中了他在Guard Set 一夜打了8成9成 真的有點誇張 對 Exactly是同一隊 那我直播時能住到他 那我現在才說出來 但是 不裝下馬位 只有下馬位才介紹 高豆貓 他的最大特點 是他的Parting Shot 是高速的Parting Shot Parting Shot很久之前出了 但是 第一隻學到的時候 是紅貓 慢到你呢 這個Parting Shot的筆都處理了之後 有一個 阿根廷的Sebastian Escalade 他也是用一隻高豆貓 他也是用Parting Shot 他是用到出神入化 他現在是南美洲 然後 這條街的CP 基本上已經有硬 Day 2 沒有的啦 Parting Shot這招 其實真的非常優秀 那個泛勇性高 也可以幫自己 靈活運用 換重 其實我覺得 對於一些擅長 Switch的隊伍來說 是一個非常大的優勢 另外一隻高速 又能學到這招的重 就是這個 銀半二獸 不過 其實如果遲些環境 去到VGC100 很多 100速重 那銀半鍵獸那個 性價比 其實就會 大家明白 對阿 很多代獸 POWER PUNCH 對著VORA 一聲 那些代獸 還要 1Mega 就100速足 最終是110 對阿 沒有了狗 直接跳了 速度柱 好了 第一 這方面 Tierre用他最原始的Lead 就是Dripling 再加這個 Katana 另一方面 Ivan也是用了Dripling 但是用了 啊 鳳神犬 大家都不用Laylee 大家都不想 幫對方 Active Active Sagic Seed 你有沒有留意到 Ivan那種毒心 真的 令人心寒 剛剛那時候 Tierre先放完 美立斯上場 打算拼對面 用鳳神犬 但這次他又馬上放回鳳神犬 上手法 但是我這方面 另一方面 Tierre都要心寒 10秒 10分鐘的Timer 動都沒動過 我動了 不是 上一Tierre用正的時間 不要嚇我 0秒檢視 不要不要 不要這樣 是燒賣玩得少實機 好啦 又是 Cat 但是這次 不會 未必 我想都是Cat 的招式 打進去 Ivan還有一個 好完美的毒心 這樣吧 都 擋不住 招 噢 噢 這個Z技 有一點點 魯莽了 直接打到 保護了的鳳神犬 裡面 看來 Tierre那邊 有機會 是想集火鳳神犬 從這個Tierre送走 但CT座 都扣了 數量 Ivan 一隻氣球先動 有機會 速度上高 另一邊 Tierre也馬上開順風 都是打個和 大家什麼事都沒有發生 不是這麼說 這一回合都很關鍵 因為CT了 都令到 石風神犬 再吃多一招 都還未進到 Super Citrus的Rain 但是 當然可以用 Flare Beast 去處理 Katana 其實不知道 大家會不會有一個 雜性 就是當大家都有順風手的時候 第一回合 不要那麼早順風 在第二回合 才做順風 可以在第五回合 起碼有一招的順風效果 但是 有個問題 就是 會有機會 就是 你 做第一 一招 就是你不做順風 之後第二招 就被人集火死了 是啊 也要看回情況 好了 然後 現在火鳳打出來了 剛剛也吃了Tierre那邊的 鳳神犬的威嚇 剛剛好打五個半 也不錯 但是這個時候 集火阻下去 嘩 Dripping 一個很重的毒心 完全是收到效 殺了一隻Dripping 剛剛好 這個集火 也完全無視了 紫魚劍 因為紫魚劍 一定會被鳳神犬的壓力 一直壓制 所以一定會打得保守 所以Ivan也選擇放棄 理會他 出現了 Lay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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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幫對手的Dripping 去提升速度 Active Sidekick Seed 嘩 這個非常微妙的處境 Laylee 始終因為沒有導具關係 其實Ivan有機會集火下去 Laylee 導 始終 Shadow Ball 都可以做到很強力的攻擊下去 Laylee 其實兩招有機會處理到Laylee 其實兩招有機會處理到Laylee 但是這個時候 Jipping 是正如 剛才所說 用Shadow Ball 打下去 咦 還要過突火 真的過不了 大力了大力了 然後這個精神念力 應該會打氣球 原來升了一級突火 但是會 沒有CT都剛剛好 這個數量都不錯 然後一個強野復電 都處理了氣球 但是這個換走 這個鳳神犬的舉動 是完全正確的 Laylee 在沒有傷害的情況下 落到場 這個時候又可以換回自己的鳳神犬 落到場 做一個威嚇 減了對手的鳳神犬一級 而Laylee 強力的Psychic 打下去對面鳳神犬 哇 真是 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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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 但是放電速目上來 收頭 看到剛剛跌跌 就好像狼鐘之物一樣 一旦一掌 一掌上去 就有二獸提升 一掌扒下去 一掌扒下去 一掌咬下去 一掌咬下去 好嗎 不是 我們覺得很多次 電速目裡 好像 Harry Potter 裏面的Dementor 炊狂魔 都是驅膽的 那些 像捉手一樣 其實Ivan方面有一個比較保守的打法 基本上換了他的Laylee 其實已經是不錯的效果 最主要看Ivan變成Laylee會做什麼都很關鍵 現在也要想TL也不知道到底Ivan在想什麼呢 原來健衝魔上來其實是想做一個保護 騙一騙你 非常之搞得好 對面有Laylee原來這麼快 這個真的比較少見 但是是閘了Laylee 好漂亮啊 誰知道原來電速魔上來的保護已經被人看穿了 這個處境有趣 剛剛也看到Laylee是比TL快的 鳳神犬 也比剛剛沒有電速魔上來的 不肯定 也很有可能性 很高速地處理到鳳神犬 現在也因為超能長怪 不能用到神速 到底Ivan可以做到什麼扭轉局勢 電速魔剛剛還要保護過 對面會一眼閘火在電速魔上 然後造成一個3打1的局勢 然後就無法回天 好 Ivan這時候鳳神犬也做過保護 這個打法會不會太保守 你剛剛電速魔做完保護 但是TL好像不打他那邊 但是鳳神犬也打回電速魔那邊 到底這下有沒有收到電速魔的頭呢 頂得住 起碼吃了一次威嚇 沒事 剛剛扣不過半 10萬伏地要打出來了 一下軍馬去Laylee那邊 拿回熱獸提升 情勢打回去2打2 好啦 差不多完結了這個遊戲 好啦 究竟最快的這個Katana 沒有了Z招式的情況之下 可以會處理想處理哪一個呢 但是始終對面的鳳神犬 是一個非常之大的一個Thread來的 即是 速度上我們仍然知道鳳神犬之間是怎樣 幾天的速度 但是 子魚劍是最快的 我選擇 子魚劍一定是最快 子魚劍一定會收到鳳神的頭 鳳神犬剛剛有保護過 你肯定可以收到你的頭 我又不肯定這個Range收到 看看是甚麼招 應該用隔招 Decret sword 都未必處理到 這個位置 甚至會幫他Active 了他的50%果 都不是好事 但是沒有威嚇過 有點難說 那去看一下 Ivan已經穿了多少 這個 內九型的調整能 我反而覺得電速目 對於TF來說才是最大壓力的地方 因為他現在都要逼著處理 他的電速目 因為又會亂斬 好了 聖劍都打出來了 後面在鳳神圈那邊 死不死呢 剛剛好打死了 然後到鳳神圈載過去了 鳳神圈到底可否逆轉到這個局勢 剛剛扣四成左右 竟然是防野復電 問號 對呀 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因為他不想觸發他的果實 非常之美 這是防野復電 令到電速目沒辦法觸發他的果實 非常之美 這一下防野復電 是控血了 是為了不給電通 我發動道具 但是這一刻 Ivan打了下去 一隻子羽劍道 我都覺得有點 不是打到子羽劍道 我都覺得有點魯莽 Flair PC有機會是死的 死呀死呀死 不能當我當不喜歡 剛剛一下這一下 狂野復電 真的很厲害 不是MISPLAY 肯定不是MISPLAY 非常之美 這一下 非常之精彩 恭喜TL成功拿到今天PC賽冠軍 希望你在星期六都會有精彩的表現 今天這條片暫時來到這裏 我們再見 拜拜 大家會抽獎 哈哈哈 接下來星期六會有MIS season 大家繼續來 記得來 快點來吧